董拉町民代表会在三合交会 第22次第一次念四会 董拉町公司提出的四项社会福利主题条例 将大部门港业区的外役成果 会开合町民的用心 会在各代表的这次专所通过 町长口有点表示 所会和海共冲幸福 竟然是所提出的进言流行 感谢代表会的这次 这会为町民莫福利 董拉町代表会在三日交开 第22次第一次念四会 董拉町公司提出四项社会福利主题条例 将大部门港业区的外役成果 会开合町民的用心 设计代表会支持专所通过 町长口有点表示 所会和海共冲幸福 竟然是所提出的进言来落实 感谢代表会这次 作会委定名莫福利 专业来让代表会通过 第一个就是三位 以下的友人的组组专业 第二个就是收入老人的健康保险 由我们工作来负担 第三个就是商账补助会 我们工作发行来收这个主题条例 再来专民团队的预防保险 配合丁丁 我们的医药的团队 可以更加欢迎发展 感谢大家 大家的真心就是 要把经贴 我们大毛密 这个厚区 经贴的税收 套过工作的进行 分配了我们所有大人 所以包括我们艱苦人 我们这些市团 健保区的补贴 我们少年级零到三岁 请用养子还能收听 所以每一年 这个托英经贴六千块 甚至是我们商账委员金发放 还有我们来丁民保险的开办 最主要 要让所有的丁民 感受到大博美 开发成功 成功 分享给所有的丁民 在这里我相信 所谓和谐 一定让我们团队越来越好 越来越幸福 我想这个也是我当初 竞选的政见 针对社会福利的提升 那透过这一次代表会的支持 我们已经把它给落实实践 四项丁民福利利用 丁民团体 二岸保险 联交社会特应 典贴保障每年六千块 年定发放丁民 胜账委员金 另外 减击中级 收入老人的负担 将保贴它的建国会 赛新新闻聪明堂 大约定蔡博德 按道理 接下来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